大学毕业后,我在姐姐的水果店帮忙打理,同时考公务员。 最近一次考试,自己发挥得很好,就在成绩公布前夕,女友却提出了分手。 而今天,就是公布比试成绩的日子。 姐,考试比试成绩出来了,我比试成绩第一名。 是吗?那你好好准备面试,别又被刷下。帮我看着店,我一会就回来。 你要干嘛去啊?他是谁? 这位老伯患有老年痴呆,就在刚才,他说要买水果,我给他蹭了几个。 结果他没钱想跑,然后摔倒了,兜里掉出来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他是老年痴呆,上面还有地址,我给他送回去。 反正就在附近,也没多远。 让我来吧,万一老伯搬炉饭并不肯走,你拖不动他。 那好吧,你路上小心点。 小赵,你帮我找找,有消息,你给我打电话。 母亲离世没多久,父亲就因过度思念,得了老年痴呆症。 家人都很忙,我不能丢下父亲不管,于是干脆将父亲也带了过来。 刚到洪县,很多准备工作都还没做,父亲就走失了。 还没? 于书记,要不您让公安局那边多派几个人找找。 有人在家吗? 你们家的老人,我给你们送回来了。 爸,您上哪儿去了? 苹果很甜。 此女子竟是如此漂亮,哪怕当红女星都比不过,好像仙女似的。 在达洪县这小地方,极少看到这么漂亮的女人。 谢谢你把我爸送回来。 不客气,区区小事而已。 进来坐一会儿吧。 嗯,不了,我要回去了。 你爸得了这种病怪可怜的,看好老人家,别让他乱跑不然,出什么事可就麻烦了。 哎,你等会儿,这个你拿着。 您不知道吧,我是卖水果的。 看他一身书生气,还以为是政府工作人员,再不计也是个公司白领。 如果是政府工作人员,说不定以后会找机会好好感谢他,帮帮他。 卖水果不更好。 这猕猴桃是别人送给我的,我自己不喜欢吃。 刚好,你可以拿去你水果摊上卖。 那不行,区区小事而已,您真不必客气的。 猕猴桃富含维生素C,您不喜欢吃,留着给伯伯吃。 哎,不就一袋猴桃吗? 至于这么客气? 钟玉桃刚从京府小区出来,就接到一个陌生的号码。 您好,这边是县委组织部的,面试将你明天在县委组织部会议室举行。 明天?比试成绩不是刚出来吗?怎么明天就面试? 明天面试怎么了?你要是不愿意,可以不来面试。 政府的通知都下来了,这个时候,说什么都没用,钟玉桃只好兴兴地挂了电话。 回到小店,姐姐钟玉桃已经做好饭菜。 回来了,老伯送回家了吧? 嗯,送回家了,他家就只有他女儿一个人在家。 他女儿漂亮不?你不问他要电话号码? 姐,你,我才和人家第一次见面。 说是这么说,你现在也老大不小了,傅妹妹已经成为过去世,你别只顾着考工。 抽空找个女朋友,两个人一起奋斗,动力足,互相也有依靠。 姐,你能不能别提他了? 不提他可以,但是,你要有所行动啊,不能一天到晚就只知道复习考工。 万一考不上,岂不是把自己的终身大事也给耽误了? 行了,我知道了。 姐,你什么都别说了。 弟弟是个重感情的人,对前女友投入了不少感情,就连他也以为,弟弟能和傅妹妹走到一起。 哪里料到,傅妹妹背叛了他,就忠语则这认真的性格,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出感情的创伤。 下午,我要去睡午即将睡,你守一下子。 姐,今天下午和晚上,能不能给我放个假? 为什么? 明天要公务员考试面试,我想利用今天准备一下。 明天面试,你怎么不早告诉我? 我才刚刚才接到的通知。 你等我一会儿。 姐,你上哪儿去? 你等我一会儿。 过了没多久,钟玉霞拎着两条上好的中华和两瓶茅台酒回来了。 不是,姐,你这是干嘛啊? 两条烟和两瓶酒全是高档货,加起来也好几千了。 姐姐男友不抽烟也不喝酒,她买这些玩意儿做什么? 现在是两点十分,你现在出发,时间也差不多了,我把地址给你。 姐,你这是干嘛啊?你想让我上哪儿去? 考工不找人跑跑关系,永远都考不上。这是咱们村的红书,你赶紧去找他,让他帮帮忙。 姐,这,这不大好吧? 钟玉泽不怎么擅长跑动人际关系,尽管他也知道,跑关系,面试的胜算更大。 怎么不大好?这是一个讲究人情的社会,你不跑关系,谁理你?听我的。 前两次钟玉泽都自信满满保证能考上,他选择相信了,但他都没考上,他不希望钟玉泽继续盲目考工。 虽然这次他比试第一,但他还是担心他被刷,所以铁了心想让他送礼。 姐,咱找人帮忙,可是欠人家的人情的,这社会什么东西都好还,人情是最不好还呀。 有什么办法呢?人情难还,咱们还是要跑动,这次可是比试第一,你更加要送礼。 考了这么高的分数,要是再没考上,那会多可惜。 你不听我的话,以后我再也不理你。 好吧,同村的红书名叫钟志鸿,原是县政府办的副主任,去年退休了。 前几年的时候,得知钟玉泽考工,钟志鸿曾托人提醒他,现在考工不跑动是不行的, 但钟玉泽不信邪,加上笔事成绩不理想,结果真没考上。 后来,县政府大院拆迁,钟志鸿搬进了小区里的商品房。 按照钟玉侠给的地址,钟玉泽来到钟志鸿家,敲了敲门。 打定主意,钟玉泽放下礼物,和孙玉英寒暄了几句,便急匆匆前往县政府。 县政府办公大楼距离不远,拐过两条街道就到了,进入电梯,钟玉泽刚按下酒楼的按键, 外面传来一阵皮鞋敲打地板发出的嘟嘟声。 行,这是你给我抓紧点。 好,好。 一个甜美的女生由远而近,钟玉泽觉得,这声音有点熟悉,却一时想不起来,在哪儿听到过。 谢谢。 随着那熟悉的声音,一位身材苗条的女子走了进来,当钟玉泽将目光投向她的面庞时,不由地争住了。 这位女子并非他人,正是今天中午他刚刚见过的那位女子,而他的父亲正是那位患有痴呆症的老人。 是你。 真巧啊,真没想到,咱俩又见面了。 你不是说你是卖水果的吗?你来这里试? 我,我来找人办点试。 对面的女子实在太漂亮,钟玉泽只看了一眼,便经不住心扑扑地乱跳。 好吧,原来是这样啊。 玉泽啊,公务员考试比试,你考了多少分? 比试我考了89,排名第一。 行,我知道了。 你参加公务员考试,比试第一? 对啊,比试第一。 可你不是说你是卖水果的? 我一边卖水果,一边考工啊。 比试成绩这么高,一定能考上的。 这个,不好说啊。 还不好说,比试分数这么高,谁能超越你? 真不好说啊,我都考了两次了,以前比试成绩也挺不错,可是面试都被刷下来了。 好吧,这次你好好努力,应该能上的。 但愿吧。 她已经下定决心了,这次要是再考不上,她将不再考工,专心跟姐姐做水果生意。 此时,电梯刚好到了九层。 您上去,九层。 您先请。 于欣然也不客气,冲中雨泽微微笑了笑,然后大大方方地走出去,钟雨泽跟着出来。 九层总共有三条走廊,钟雨泽不知该往哪儿走,便给钟志鸿打来的电话。 你在电梯间门前等我。 过了没多久,钟志鸿便来到。 走吧。 钟志鸿朝电梯间拢拢嘴,钟雨泽便按了按按键,等电梯间门开后,和钟志鸿走进去。 雨泽啊,我刚跟人了解了一下,这次公务员考试,咱们县委县政府好多领导的亲戚也报考了,竞争非常激烈。 好吧。 不过,你也别担心,我在县政府工作这么多年,关系多少有一些的。 到时候,我再跟人打招呼,就说,你是我的亲戚,应该不会有问题的。 谢谢红说。 他成绩第一,钟志鸿再帮忙跑动一下,这次应该能上的,从办公大楼出来,钟志鸿非常热情地邀请钟雨泽去他家做作。 钟雨泽想回去准备,面试便谢绝了好意。 红说,我还要回去帮我解卖水果,改天有空,我再去拜访您。 钟志鸿邀请钟雨泽去家里做作,其实只是他的客气话,他还需要回去看看,再决定如何帮助钟雨泽。 回到家后,当他得知钟雨泽只送了烟酒时,钟志鸿傻眼了,甚至有些生气。 就这么点东西,你也让他进来,帮他考关系,我得给人家送礼,请人家吃饭吧。 难道要我自己出钱,你怎么不把礼物还给他? 你又没交代我,我怎么知道你的打算? 太不会做人了,你把烟和酒给他送回去,都什么人,这事,一点礼貌都不懂,就这情商和智商,还想当公务员。 买一辈子水果去吧。 回到水果店,远远的,只见姐姐钟雨霞拽着一名中年男子的衣角,大声叫喊着什么。 你干嘛,住手。 你谁啊,谁要你多管闲事。 你特么又是谁,敢欺负我。 姐,你没事吧? 姐,你这是怎么了?那人到底什么来头? 雨泽啊,你刚刚不该打他,你闯大祸了。 男子名叫方超海,是县蔬菜公司办公室主任,看见钟玉霞水果店盈利,方超海想将他赶走,把铺面给亲起。 钟玉霞在这开店多年,有很多老客,自然不愿,但他对方超海无可奈何,对方已找他几次,让他搬走。 他担心影响钟玉泽考工,一直没告诉他。 姐,你怎么不早告诉我? 告诉你又有什么用?你那么冲动,告诉你还不是起烦作用。 姐,咱们是跟他们签了合同的,真把咱们逼急了,咱跟他们打官司。 打官司?打官司是要钱的,而且,还会耗费很多时间,咱耗得起吗? 钟玉霞说得对,官司打下来,快半年慢得花几年,而且,花钱也不少,做的是小本生意耗不起。 不说这事了,你今天见到红书没,红书怎么说? 见到了,钟玉泽把见钟至红的经过告诉钟玉霞,听钟至红说,钟玉泽考工有戏,钟玉霞眼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。 玉泽,你终于熬出头了,公务员这么稳定,你的好日子来了。 嗯,这次我一定能考得上的。 玉泽在吗? 在。 阿姨,您怎么来了? 姨,您怎么来了? 玉泽刚不是上我们家了吗? 刚才,你红书把我骂了一顿,你们条件那么艰难,怎么能让你们破费? 这烟何酒,你们拿去退了吧? 至于玉泽考公务员的事,红书这边会尽最大的努力的。 不可以的,不可以的。 这点小礼物是我和玉泽的一点小心意,您必须收下。 不可以的,绝对不可以。 你是不知道,现在组织对送礼知识查得很严。 要是收下烟何酒,那是害了你红书。 你们姐弟俩赚钱也不容易,拿回去退了。 孙玉英十分坚决地将烟酒推回去,然后转身急匆匆就走。 以,玉泽考公的事,您让咱红书多操心。 好哟,会的,一定会的。 等孙玉英走远,钟玉霞颓然地跌坐在椅子上,神情怒然。 姐,你这是怎么了? 姐,你到底怎么了吗? 没戏了,考不上了。 姐,你这是怎么了吗?红书不是都答应帮忙了吗?你怎么还这样? 傻弟弟,红书要是答应帮忙,是不会把烟酒送回来。 他把烟酒送回来就说明,考公的事,他那边帮不上忙。 一时间钟玉泽不知道该说什么,心情有点不爽,良久才抬起头。 姐,你就放心好了,这次还考不上,就跟义气你卖水果。 指不定卖水果我能走出一条康庄大道吗? 你把这烟盒酒送过去给方超海,顺便向他道个歉。 姐,那混蛋要是领咱的人情,刚刚就不会那样对你,咱还是别自讨没去了。 这一排铺面都归他管,给他认错赔礼,或许还是有一丝机会,如果不认错赔礼道歉,咱一点机会都没有。 我在这里卖了这么多年水果,真要是被赶走,你让我去拿卖水果去。 现在的店面又不好租。 看着钟玉霞可怜兮兮的眼神,钟玉泽的心软了下来,姐姐卖水果供他上大学多么不容易。 而今,姐姐有麻烦,她怎能任性和率性而为,说是让钟玉泽去找方超海赔礼道歉。 钟玉霞其实没抱什么希望。 哟,怎么是你? 方主任,我可以进去坐坐吗? 进来坐坐,你是想进来打架吗?我家可不是打架斗呜呜的地方。 方主任,今天的事是我不对,我向你赔礼道歉。 那铺面,您看,能不能别收回。 你这是求我吗?你今天不是很嚣张吗?你不是很能打吗?你咋不嚣张啊?我就站在你面前,你动手打我呀。 方主任,您觉得在这门口说话方便吗?您让我进去坐坐,随便您怎么骂都可以。 不可以,你给我滚。 方主任,那个铺面对我们家很重要,是我们家的经济来源,求你高抬贵手了。 呵呵,你也值得求我,早知这样,你刚才何必? 今天,我是一时冲动。 你给我滚。 第二天,面试在县委组织部会议室举行,钟雨泽早早来到会议室,八点多,参加面试的人陆陆续续地来到,许多人还带来陪考者。 他们三三两两站在一起,低声交谈着什么。 哎,你也是来参加面试的?你比试多少分? 没多少分,排名很靠后。 钟雨泽不想下班什么,也不想搭理生人,于是隐瞒了实情。 不,其实比试分一点都不重要。 哦,为什么这么说? 这还用问,这种考试得靠关系,没关系,哪怕比试第一名都没用的。 知道她是谁吗?她是县建筑工程公司老总的外甥女。 你怎么知道? 我当然知道,那男的看到没?她是市教育局局长的侄子。 那你呢?你是哪个领导的亲戚? 我?我不是哪个领导的亲戚? 我管家里没人登门,光脚的。 那你觉得,我是哪个领导的亲戚? 你?这个我不好说。 不过,哥们,每次考工,炮灰都会很多,习惯了就好。 钟雨泽的心不由地咯噔了一下。 早上九点,面试开始,钟雨泽有过面试经验,面对几名考官的轮番轰炸。 她从容应对,侃侃而谈,从几名考官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,他们对她的表现很满意。 面试结束后,钟雨泽一出考场就给同村的钟志弘打电话,告知她面试情况。 洪说,我感觉自己表现得不错,整个面试过程很顺利,没有出现卡壳的情况,面试官的反应也还可以。 钟志弘听后,心中却是冷笑,此次招聘的是县政府办公室的岗位,工作地点在县城,多少人基于这些职位,可招聘的岗位却只有几个。 宇泽,我刚跟领导打过招呼了,不过,坦白讲,这次考试竞争相当激烈,不少名牌大学的学生都保明了。 你虽然比试成绩第一,但面试非常关键,甚至比比试还重要,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 钟志弘言下之意,暗示钟雨泽考上的希望渺茫,钟雨泽沉浸在面试成功的喜悦中,怎能听出钟志弘的弦外之音。 不久后,考试成绩公布了,钟志弘赶来告知钟雨泽,名单里并没有钟雨泽,这个消息对钟玉霞和钟雨泽来说犹如晴天霹雳,钟雨泽更是感到天昏地暗。 雨泽啊,这次公务员考试,竞争实在太激烈了,不瞒你说,这次公务员考试,很多领导的亲戚也参加了。 你红书已经退休,手里没什么权利,真的对不住你了。 红书,你已经尽力了,我还是要感谢您的帮助。 公务员并非唯一的选择,这样吧,我帮你打听一下,看看有没有国家单位招聘合同工。 实在不行,你可以先做合同工,以后还有机会转正。 好的,多谢红书。 姐,以后我再也不考公务员了,我跟你一起卖水果。 钟志弘走后没多久,方朝海带着几名保安走过来。 方朝海,你想干嘛? 钟雨响,合同已经过期,你到底搬不搬走? 不搬。 合同里写明,我有优先租赁权,你必须优先把铺面租给我。 狗屁优先租赁权? 这铺面老子想租给谁就租给谁,你到底搬不搬? 不搬。 我倒要看看,你今天能把我怎么样? 把他们赶走。 谁敢动我解释试。 把他给我拿下。 你们放开他,凭什么欺负人?有什么事,你们尽管冲我来,放开我地。 就在这时,一辆车身硬有公务用车在旁边停下,车上下来两名男子,其中一个人年纪四十多岁。 谁是钟宇泽? 我是钟宇泽,你们是? 你就是钟宇泽?这到底怎么回事?你这是犯了什么事吗?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? 我县委的。 这位同志是这么回事,我是献蔬菜公司的,这人和他姐租我们公司的铺面,铺面到齐了,我们要求他们搬走,他们不肯搬。 不是这么回事,我在这里卖水果差不多十年了,根据合同,我们有租赁优先权,他们应该把铺面优先租给我们。 可是,他仗着自己手中的权利,想抢走我的生意,我弟都没把他们怎么着,他们一来就要把我弟抓走,您给评评理。 你们知不知道,钟宇泽同志是什么人,还敢抓他,赶紧把他放了。 这位同志,您,您是县委什么部门的? 我县委组织部的。 同志,对不起,对不起,今天的事真不好意思,还不放人。 钟先生,您没事吧? 你们,你们是来找我的? 没错,钟先生,为什么你的手机一直打不通?电话通知你去报道,一直都打不通你的电话。 我手机关机了,你们找我试。 你报考咱们县的公务员,对吧? 没错,怎么? 你已经考上了,你是不是打算放弃? 考上了,我没考上啊,县政府公布的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。 是这么回事。这次公务员考试,你的成绩特别优秀,远超其他人。所以,县委那边把你要过去,县政府当然没你名字。 县委可是全县的权力中心,比县政府都还要牛,县委竟然把他要过去,这也太意外了。 同志,您,您说的是真的吗?您没跟我开玩笑吧? 开玩笑?这种事能开玩笑?我们特地来找你,难道是跟你开玩笑? 下周你先到县委组织部报道,然后,再去县委办,那边会给你安排工作的。若这是报道通知。 送走县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,方超还走到钟雨泽的面前,一个劲地道歉,连声赔不是。 雨泽,今天的事都怪我太冲动。这铺面,你让你姐姐继续经营。 别说十年八年,只要输在公司存在,只要我还当办公室主任,他就是卖一辈子都没问题。 钟雨泽没有搭理方超海,私下看看没见到姐姐钟雨侠,便有些奇怪,回到家里,却见姐姐在抬手擦眼睛。 姐,你怎么? 我没事,我只是高兴而已,你考了这么多年公务员,钟雨考上了,而且还是县委。 姐,这两年难为你了,以后我会好好工作的。 看着姐姐,钟雨泽心中百感交集,这两年多他住在姐姐家,如今钟雨不用再麻烦姐姐了,以后要报答姐姐。 嗯,别光顾着工作,早点找个对象,再拖几年,你可就成胜难了。 钟雨侠提及终身大事,钟雨泽便想起前女友,心里难受,当初因对方追求稳定,父母要求他找体制内对象,两人分手。 如今他考上公务员,不知前女友做何感想。 雨泽,人要往前看,过去的事,就让他过去吧,人不能总活在过去中。 姐,我知道的。 雨泽在家吗? 洪叔,您怎么来了? 我这不来看看雨泽吗?雨泽这阵子准备公务员考试,肯定累坏了。 你婶婶刚刚顿了只鸡,让我提来给雨泽补补身子。 雨泽,好样的,洪叔真心为你感到高兴。 钟志红的表情,表明他知道钟雨泽考上公务员,现在送顿鸡显得热情过头,因为他俩同村非清,且以前没送过补品。 洪叔,这没什么的,宁和婶婶的心意,我领了,但是,这顿鸡您可得拿回去。 我是年轻人,不需要补身子,倒是宁和婶婶,你们二老年纪大了,更需要补身子。 顿鸡我都拎来了,你还让我拎回去,你是想让你婶婶骂死我呢? 这可是不得,你瞧你,都瞧脆许多了。 金儿,这只顿鸡,你必须吃,不然,我跟你急。 洪叔,有劳您和婶婶费心了,我和宇泽非常感谢和感激您和婶婶,改天有空,我和宇泽再上您家,和您还有婶婶唠唠家常。 这还差不多,好样的。 洪叔,您别站着,坐。 洪叔,我考工面试环节,多亏您帮忙,真的非常感谢您。 嗨,我都已经是退休之人,手里没一点权力,哪里能帮得上忙? 洪叔,我考上公务员经县委了。 知道,我知道,好样的。 宇泽,你这是找了哪个大领导? 县委招聘公务员的情况极少,多从他处提拔,若不是工作能力超群,便是关系强硬。 宇泽报考县政府公务员,却被县委相中,若非结识大领导,怎会有此等好事? 洪叔,我没找任何大领导。 看他认真的样子,不像是撒谎,可,这怎么可能? 不认识大领导,他怎么可能考进县委? 难道,他真的是凭借他自己的真本事? 宇泽,你洪叔我又不是外人,你至于这么守口如瓶? 洪叔,我没骗你,我真的没找什么大领导,我压根就不认识什么大领导。 好,好,这说明你有真材实学。 过了一会儿,钟志宏便离开了,姐姐钟玉霞急忙问道。 宇泽,你实话告诉姐,你找了哪个大领导? 姐,为什么你和洪叔都以为我找了大领导? 你又不是不知道,我压根就不认识什么大领导? 弟弟完全不像撒谎的样子,该不会是结了什么缘,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吧? 宇泽,你好好想一下,你认识的人中,有没有人有背景有关系的? 你要知道,现如今这社会,没有大领导的关照,你不可能进这么好的单位的。 究竟是谁帮了我呢? 除了洪叔这位大权在握的大领导,亲朋好友都没这本事。 就在钟宇泽思考时,前面有和梅梅打来电话。 钟宇泽,你有什么事吗? 也没什么事,我有个东西要还给你。 什么东西?分手后,两人各自取走了自己的物品,似乎没什么遗漏在和梅梅那儿。 手链? 手链?我什么时候有手链在你那儿?你是不是弄错了? 没弄错,大学时,你送给我的,我放在箱底,一直忘了,今天翻箱底才翻出来。 这是你的东西,你必须拿走,哪怕你拿去卖掉也行,你要是不拿走,我可就丢掉了。 既然这样,要吗?我请你吃饭吧。 就因为这件事,你请我吃饭。 你尽管放心好了,我不会纠缠你的。怎么说呢?关于你我的过去,我已经想通了。 真想通了? 当然。 那好吧,你定好时间和地点,给我信息,我会准时赴约的。 知道和梅梅喜欢吃川菜,钟宇泽把饭局定在一家川菜馆。 她给和梅梅发了条短信。 和梅梅跟你说什么了? 没聊什么,她要还我东西。 她喊你什么东西? 姐,你能不能别问了? 你都还没去上班呢,就嫌弃起你老姐了。 雨泽,和梅梅其实人很不错。 当初,她不是因为你没考上公务员才跟你分手吗? 现在,你考上县委办的公务员了,你是不是? 打住,姐,我跟她不可能回到过去的。 你死了这条心吧? 什么我死这条心?我是怕你死不了对和梅梅的那条心。 我对她的那条心早死了。 那你还去和她吃饭? 正因为,我已经死了对她的那条心,我才有可能和她吃饭。 不然,我去和她吃饭,我能吃得下吗? 你是读书人,我说不过你。 既然,你对她的心已经死了,那你得重新找一条活着的心回来。 还有,早日弄清楚,到底是谁帮了你,然后,咱得好好感谢人家。 姐,我知道的,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? 我婆婆妈妈?我这是苦口婆心,你别不耐烦。 小伙考上县委公务员,然而同事却想给点教训给小伙看看。 饭局定在文安路的川菜馆,分手前,终于则带和梅梅来此吃过饭,此后两人都怕遇见对方,再没来过。 这是你的黄金手链,还给你。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直接了? 你不是说想开了吗? 她不会请我吃饭,是想跟我复合吧?那这顿饭估计就吃不下去了。 没错,我是想开了,你紧张兮兮干嘛? 我还不是怕你想不开。 她应该还像以前那样留恋我才对,看她一副满不在乎甚至有点高兴的样子,反倒心里有点难受。 我真的想开了,而且,想得特别开。 那就好,既然想开了,早点另外找一个,别一个人担着。 不过,你老是考不上公务员,也不是个办法。 真要是考不上,就去公司打工吧,时间可不等人啊。 我考上公务员了。 你说什么,你考上公务员了? 没错,考上县委班的公务员。 你说什么,你考上县委的公务员? 县委那可是全县的权力中心,多少人想靠近这个权力中心都没机会呢? 她竟然考进县委。 你才知道。 你真的考进县委的公务员? 嗯,下周一就去报到了。 何美美,你这是干嘛?饭才刚开始吃,你这是怎么了? 什么想开了?你这是故意来炫耀的吧? 钟雨泽,我告诉你,哪怕你现在当了县委书记,我也个稀罕,也不后悔和你分手。 说什么呢?什么我故意来炫耀?你看我是这种人吗? 再说了,不就是考上公务员吗?有什么好炫耀的?你能不能冷静点? 她竟然成功考上了,而且还是县委,但从她的考试成绩来看,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,难道她是攀上了什么大领导? 钟雨泽,就算你不是炫耀,我还是那句话,我不后悔和你分手,我也不稀罕你的县委公务员。 其实,我现在也不后悔的。 是因为考上县委办的公务员,才不后悔吗? 那倒不是,你别误会,我只是真心觉得,咱俩不合适。 不说咱俩的那点破事了,不管怎么说,你考上县委办公务员,是大喜事,恭喜你啊。 县委办管人师的副主任名叫唐浩明,这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头。 小钟,你和于书记是什么关系? 看完钟雨泽的个人材料,唐浩明微笑地问道, 于书记?哪个于书记? 你不知道于书记?咱们达红县县委,难道还会有很多个于书记? 听到钟雨泽这样说,唐浩明脸上的笑容顿时不见了。 您是说咱们达红县的县委书记? 没错。 咱们达红县的县委书记,不是姓黎吗? 考工这两年,一直留意着达红县的政坛动态。 我明明记得,达红县的县委书记姓黎,名叫黎俊鹏。 难道,县委书记换人了? 这么说,你真不认识于书记? 唐浩明脸色更加难看了,黎俊鹏是前任县委书记,刚调走。 县委组织部都打电话通知我了,说钟雨泽是于书记点名要的人。 可我眼前这个矛头小子居然不认识于书记。 这是怎么回事? 不认识? 县委办不缺人,组织部赛人近来意味着有人要被挤走。 县委办的人都有背景,不好乱动,否则会得罪人。 如果钟雨泽是于书记的人,我会安排他进县委办,但他却说不认识于书记。 没开水了。 小钟,你先做会儿,我去打壶开水。 唐主任,我来。 这怎么可以?你知道开水房在哪儿吗? 知道。钟雨泽出去后,唐浩明立即给方启明打电话。 方启明明确表示,钟雨泽确实是于欣然要点的人,唐浩明心里有底了。 县委办有多个部门,文秘股和行政股容易接近领导。 钟雨泽是于书记要的人,唐浩明自然要安排好。 小钟,你先去秘书一股锻炼吧。行就继续,不行再换。 钟雨泽走进秘书一股,这个大房间里坐着好些人,每人都有一张办公桌。 小宋,你带小钟去搬一张桌子和椅子。 好哟,哥们,跟我来吧。 小宋名为宋正强,他脸上带友好的笑容,让钟雨泽被感亲切。 出了办公室,宋正强领着钟雨泽往右边走廊走。 经过主任孙开服办公室的时候,主任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,里面空无一人。 哥们,你进去搬那张椅子,我去搬桌子。 这,可以吗? 可以,没问题的。 那把椅子,是从杂物间搬过来的,你不搬走,待会儿,他们也是要搬回到杂物间的。 自从得知有新人要来,我知道自己肯定会被挤走。 既然如此,我索性给这个要把我挤走的新人一点颜色看看。 就算不能把他赶走,让他受点伤,也能让我心里稍微舒服一点。 小钟啊,这间办公室里的人都是咱们秘书一股的前辈,以后你多多跟这些前辈们学习。 好哟,我叫钟雨泽,请各位前辈多多关照,多多指教。 听说钟雨泽是新县委书记清点的人。 县委书记?那可是全县的老大啊。 哪个领导不是重用自己人? 这个叫钟雨泽的,绝对是县委书记的新妇,肯定得被重用。 不过,话说回来,钟雨泽那可是一表人才,气宇宣昂,气质非凡,光看外表,他就跟一般人不一样。 很快,到了下班时间。 听说,你是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,有个孙主任的发言稿,能不能麻烦你帮忙修改一下? 宋正强刚刚帮忙搬了桌子,这人情还没还呢,钟雨泽就答应了帮忙。 钟雨泽改了半个多小时,改好叫宋正强过来看看。 兄弟,说领导竟也好像有点平淡,有没有更形象,更有深度的形容词。 废琴旺诗怎么样? 废琴旺诗,不错是不错,就是没能体现出领导的敬业。 这里最好加一个能体现领导敬业的词语。 鞠躬尽瘁,怎么样? 鞠躬尽瘁主要还是体现辛苦,不是有个形容敬业的词叫什么来着? 兢兢业业。 没错,就是兢兢业业,就它了,加上这个词语就完美了。 还有署名,你得署上你的名字,主任那边要是修改,也好找人。 那可不行,这稿子,我只是修改了一下而已,怎么能据为己有? 不行,绝对不行。 哥们,这稿子,我刚看了,你改了绝大部分,改后稿,已经跟我的出稿完全不一样。 我不能鞠躬。 那可不行,这是你接的任务,我更不能鞠躬。 不可以,绝对不可以。 这是咱们秘书谷的惯例,你在固执,老子跟你急。 要不这样吧,数咱俩的名。 嗨,不就区区一篇文稿吗? 哥们,你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。 就这么定了,直属你的名。 钟宇泽没办法,只能在文稿末尾敲上自己的名字,宋正强瞥了一眼,见到钟宇泽终于署名,他的嘴角微微扬起,露出一丝得意的冷笑。 当天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活动,然而,明天有一个市委办的例会。 而这篇稿子,恰巧是县委办主任孙开福在明天发言时需要用到的。